我們今天上課是幫大家準備講座 我們這邊上長期課 每個禮拜天早上這個時間都有上七期課程 我們現在是進行到大概是第四章 下一週我們是讀正文的42到44 我們會在長期課中間有時候穿插一些主題 就是比較有趣 讓大家有一些應用上的學習 那我們之前曾經開過不管是兩性關係還是金錢 還是其他一些也有介紹過奇異客人的理論架構 反正哩哩扣扣扣的東西都有開過這樣 今天剛好請假的比較多 所以有空餵 那我剛有稍微認識一下 我不太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是朋友介紹 朋友介紹 所以你都沒有 從來沒有接觸過嗎 沒關係沒關係 你就聽聽看 然後有興趣的話可以持續學習這樣子 所以介紹你的那個朋友還沒來 對 我以為會學到 OKOK好 沒關係 所以是你的朋友他有在學 所以是你的朋友他有在學 他有在學 好 那我們今天是跟大家聊一聊那個 就是宗教跟靈性方面的一些迷思 但這主題比較大 所以基本上我是比較歡迎大家可以提出你們自己的想法跟問題出來 然後我來跟你們討論 然後這樣會比較 比較 比較切合大家的需要 當然在這之前我會提供一個架構 然後讓大家可以用這個架構來做討論 這個主題很大 可以足夠寫成一本書 可能我之後會這麼做 搞不好花一年時間把這個主題寫成一本書 因為其實這種宗教跟靈性的東西 我不知道各位感覺怎麼樣 基本上我覺得 大概從中學以來吧 我就覺得這個宗教跟心靈的 宗教跟心靈的這個圈子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很亂啦 就我的感覺 就是說不管是他們的一些行為 然後 他們所講的一些道理 有一些聽起來好像很對 可是又好像不太對 就有很多的迷惑 今天怎麼車那麼多 跟把鐵門關起來看我 這樣應該讓他知道可以進來這樣做 好 因為我們今天的部分當然也是 今天這個講座我們沒有固定收費 因為我們今年都是改變上課的方式 那我有把這個講解奇蹟課程的錄音 放在我的網站 供大家免費下載 所以我也用 就是收取贊助的方式來 運作這個計畫 反正你們有興趣 你們都可以上我的網站去 找到那個課文講解的錄音這樣 所以 今天這個講座的話 也是算為這個教學計畫來 掙一點錢這樣 這是我們開這個講座的一個目的 好 那 呃 等一下齁 我的小超好像不見了 不過沒關係 我已經前面講了好幾次了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好 等一下齁 我跟大家講講故事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故事開始 然後 大家可以參與討論 好 任何問題都可以 都可以那個舉手 好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聊聊 關於宗教跟靈性學習 這一個 很複雜的一個領域 首先我 我用的兩個故事是來自這本書 這本書叫超自然心理學 那這個作者是叫做Richard Weissman 他是英國的一個教授 不過他教的不是普通心理學 是叫超心理學 這個叫Parapsychology 這個科系在台灣沒有 但是在英國或澳洲這樣的國家 他們有 那超心理學就是研究一些 像是靈媒啊 算命啊 什麼 第六感啊 然後這個 輪迴啊 然後什麼 冰死經驗啊 等等這些 就是 傳統上我們不覺得是 正當的心理學的 研究領域的那些 叫做超心理學 然後呢 但是他們也一樣是用科學的方式去做研究 那當然 也揭穿了蠻多事情 就是說有很多事情其實 怎麼講 並沒有看起來那麼靈異啦 那這個是這本書 那這本書 是我幾年前在高雄當兵的時候 在一間很小的書店買到的 那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傳閱 它非常的有趣 就是 不太像是一個大學教授寫的 因為你們知道大學教授 通常上課也很無聊 然後寫書也非常無聊這樣 那它裡面有教你 如何算命啊 如何出體啊 然後如何催眠一隻雞啊 總之 反正 它講了很多有趣的東西 在裡面 你們等一下可以翻一翻 那你們還在那個李思辰教授 我沒有上過他的課 他有一本書 他有好幾本啦 我知道 他有好幾本啦 他有好幾本 都是在這個特異功能裡 而且特異功能都還可以跟我人在一起 對對對 他就是寫一些這些的啦 不過你現在學期可能學了一年多 再回去看那樣的書 我相信你應該會有不同的一些感覺跟 真的 會蠻不一樣的 這個等一下 或許我們也可以聊一聊 就是說這個 通靈能力 在那個奇蹟客人的教師指南裡面 有一張叫做 通靈能力是否值得追求 這標題夠清楚了吧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翻翻看 在教師指南裡面 可能是24附近 還是23 忘記了 好 那 第一個故事是講到那個 在美國 近代歷史上面最大的一樁 宗教集體自殺事件 好 那 這位邪教叫什麼 叫做Jim Jones 他是1931年出生在美國的Indiana 在那邊長大 那據他的鄰居回憶說他小時候都在 談論宗教啊 討論死亡啊 然後 就是他小時候就好像蠻有一些宗教傾向 然後他會把他家的 舊的棉被 披在他的肩膀上面 然後假扮成魔鬼 然後聚集一群小孩在他前面 然後跟他們講道這樣 就是這個 然後他在年僅24歲的時候呢 就創立了 那個應該是你朋友吧 是不是 請他進來 他在年僅24歲的時候 就創立了他的教會 叫做人民聖殿 People's Temple 那 也蠻厲害的 就是說他口口才不錯 那據說他創立他的宗教 那個資金是從 哀家哀戶去推銷寵物猴子 所得到這樣 那他沒有在推銷猴子的時候呢 他就在 斷念他的口才 那顯然這個人應該也蠻有一點個人魅力 所以呢 這個 後來就聚集了一幫 一幫人 然後跟他 跟他一起 在美國 其實他們原本這個 這個人民聖殿 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 宗旨的 還算是蠻 聽起來蠻健康的 就是說 這個 那時候是美國 大概1950年代的時候 所以他就是 呼籲說這個 種族平等 種族平等 然後去 幫助窮人 提供給窮人工作 跟食物 就是他的理念 那時候是這樣 聽起來是非常OK的 不過後來 他的組織越來越大 然後 也有 有作為就可以做 感覺好像也引發了一些 那種 宗教狂熱的現象 而且這個 這個 這個教主本身呢 他有毒癮 而且也有被迫害妄想症 就是他的精神狀況是有一些問題的 所以大概後來就 被一些美國的記者還有其他人批評 所以他們在美國也從 哇 東邊換到西邊 總之換了幾個地方之後 他後來覺得好像有點待不下去了 他就把他的那個整個教會 牽居到南美洲的北端 一個叫蓋亞納的地方 那蓋亞納在幾十年前是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不過幾十年前是有很多厚地方 那他去承租了一片四千畝的土地 那旁邊全部都是森林 那個地方但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水啊 也沒有電 也沒有 就是說什麼都沒有的一個地方 那那種群聚感染什麼的 有時候都不好處理 那在那邊的生活其實是很辛苦的 你要拿個水 要走路到十公里外的地方才有水 然後這些信徒聚集在一起 他們還要經過冗藏的禱告啊 開冗藏的會議啊 上冗藏的社會主義課程啊 總之 他們這個宗教是這樣在運作 後來到1978年的冬天 美國有一個國會議員叫Leo Ryan 他就因為聽說在蓋亞納有一些美國人 好像被挾持了 所以他就搭配機到這個地方去調查 那當他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這個 這個瓊斯城的居民是跟他講說 他們在這個地方過得很好 但是到晚上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偷偷跟他講說 有一小撮人 就偷偷跟他講說 他們在這邊過得非常的辛苦這樣 因為這個 這個Jim John 他其實是一個很 怎麼講 很權威的一個 一個教徒嘛 那後來他們就選擇那個晚上 想要逃走 他們就在旁邊那個一大片森林裡面 就是拔涉了大概好幾十公里 然後一直來到蓋亞納機場 那隔天早上準備要跟這個國會議員相會 然後要回到美國這樣 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人民聖殿的自衛軍出現 然後開槍把那個議員打死 但是這個事情就爆發出來 那這位教主呢 他大概 大概也是因為他的精神狀況 所以他後來就覺得說 這個美國當然會出病來攻打他們 這個事情已經不行了 所以他就號召他所有的這些 這些教會的成員就集體自殺 那他是搬出了很多桶那個葡萄汁 裡面摻了氫化物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那一次總共死掉大概 將近一千人 那中間有兩百七十幾位是小孩 就可能父母親先給小孩喝了 然後自己再喝這樣子 就是這整個事件的始末大概是這樣 那我不知道你們聽的這個 這個人民聖殿這個邪教的故事 你們自己的有沒有起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疑惑 所以他們死其實也不是自願的 自願的 他們是自願的 可是他們也有一些人想逃走 對啊 一小撮了 多數的人都還是自願的 對對對 就是以事後的調查證據看起來是這樣 雖然說是有武裝隊在旁邊沒錯 不過他們並沒有脅迫 對 而且如果他們是 不是自願的話 可能他一開始就不會跟著他遷居到 就是說把在美國傾家蕩產嘛 然後遷居到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去 對啊 所以事實就是說 身處在邪教裡面的人 沒有一個覺得他是在邪教裡面 對 他覺得他是在為一個很高的理想服務 那我一直覺得這個是 就是說人的信念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他怎麼可以扭曲到那個程度 然後就是說當事人可以 好像完全沒自覺的那種感覺 人數越多 好像集體的催眠會更大 集體催眠 所以這個 你講到從重行為 從重行為其實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有人去做研究 就是你找一個人站在路邊 然後抬頭看天空 可能沒有人理他 你找五個人站在路邊 抬頭看天空 可能就會有兩三個路人經過的時候 就會看看他們到底在看手 對不對 那你找二十個人就站在那個 吼著在前面 然後都看天空 可能就會很多經過的人 就想要抬頭看看天空上到底什麼 其實什麼都沒有 那個是 什麼都沒有啦 我們只是找一群人來看天空而已 這個就是從重行為 或者說這樣這樣對不對 大家上課 然後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好 那我設一些暗樁 然後這些暗樁都 都那個齊聲回答那個錯誤的答案 這樣剩下的同學就會開始覺得 是不是我的判斷有問題了 對啊 如果只有一個同學回答錯的話 那一定是他錯 可是如果五個同學都回答同樣那個錯誤的答案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會猶豫一下 至少嘛 雖然說不見得 我一定也會跟著回答那個答案 但是我可能會猶豫 搞不好好幾下這樣子 尤其他們又是在那個隔絕 對 跟外界又隔絕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投入太多的時間精力在那個團體裡面 然後他就跟他們以往的一些家人親戚朋友都斷線了 所以沒有人可以把他拉回來 對 假設他有跟外面的人在接觸一下 也許他還會回過頭來質疑自己 可是這怎麼會 這是怎麼達到那樣的狀態呢 一般我們參加宗教團體 或者說靈修團體也不至於如此 所以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你不可能要求說一個人 就是說 一下子就要投入他所有的時間精力金錢 到你一個團體裡面來 他一定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在時間上可能他一開始會要求你 譬如說一個禮拜奉獻幾個小時 來做公益嘛 去社區做服務 那可能他這個時間就越調越多了 然後慢慢慢慢的到你 可能去工作的時間以外的時間都奉獻在教育裡面 那這就造成你剛剛講的問題 就他與世隔絕了 然後在這個集體的這個意識之下 那個價值觀裡面不斷被洗腦 他們在那邊有多久的時間 你說 幾年 不太確定 這個書裡面沒有 我沒有特別去查 時間重量嗎 就是說 漸進式 需要一些時間慢慢的把這些人吸進來 但這個是比較極端的案例 就是後來構成這種 很多人的機體自殺事件 但是其實 像這樣子的操作手法 在台灣也是很常見的 甚至也有 以前也有奇蹟學員被吸走 類似的方法吸走的 我們其實都有認識的 我們其實都知道這樣子 只是說沒有搞得這麼的很誇張這樣 但是傾家蕩產已經是有 就是說把自己的什麼房子 土地都賣掉 拿去給那個教育 這還蠻常見的 對 那 那金錢也是 就是說他一開始叫你 捐小額的錢 然後讓你越捐越多 他就可以慢慢慢慢的 無限上岗這樣 所以他們相信世界末日 然後就集體到那個 南投 那個之前不是這樣 你說那個什麼 貨櫃屋 王老師 這個也是類似這樣子 有可能 等一下再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末日 所以總之你會發現說這個邪教 他在操弄心理的過程中 崇重 崇重的行為 而且 打壓異議分子 這就是為了要塑造那個 就是那種 集體的那種信念跟價值觀 然後它是一個堅定的過程 而且他 就是像這類的教主 他們都喜歡搞一些 像是通靈啊 或者超能力 像這位 這位就是 他就是 他可能會 好像類似用超能力 把一個 瘸腿的人把他移好 這樣 然後就當眾叫他那個 走路 把他拐杖丟掉 不過當然就不是真的 因為 他只是找他親信扮演 扮演的 對 要不然就是 他會把手伸進你嘴巴裡面 就掏出一塊 說是癌細胞 他說他把你治好 當然那個是 一塊臭掉的急針 只是他預先藏在袖子裡面 這樣而已 總之就是 他去搞一些這種神通能力 然後 也不要小看這種能力 你會發現其實在台灣的心靈圈 那種會通靈的老師 也是很容易可以具體到 一群人 形成那種權威 那通常下場都是不好 就是藉由通靈去樹立權威 然後才搞這些 然後說你這個 前輩子又怎麼樣 那硬件又什麼事情 要去辦 通常下場都是不好 通常都是扭曲 那 那最後一個 是關於一種蠻有趣的心理現象 就是說 他有舉例 就是說 這個像美國大學的兄弟會 你如果要入會的話 他可能會 逼你做一些很難堪的事情 譬如說 把衣服脫光 或者說要吃很難吃的東西 那像是這個 像我們以前當實習醫師 也是 就是你要加入這個 醫師的這個群體 經過實習醫師的階段 很辛苦 要做很辛苦的工作 沒什麼錢 這樣 也幾乎沒有錢 那一般我們會覺得說 你要加入一個團體 你用這種很嚴苛的方式 讓他加入 是不是很多人會被嚇跑 但其實最後真的 願意加入的人 他會有 很深的認同感 因為他犧牲很大 這是他用很大的犧牲去換來的 對 就像你如果花一百萬 然後去上 一個為期七天的心靈課程 然後上完之後 你會覺得這老師上得很差嗎 沒上過 沒上過對不對 我也沒上過 但是 可以推斷得出來 沒有人會覺得那老師上得不好 因為如果你覺得那老師上得 怎麼這麼差 其實是花一萬塊 我也不可能去參加這種課程 那你就會在你臉上寫四個字 我是呆子 對吧 所以你犧牲很大 然後去成就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很難去 你很難覺得那件事情沒有價值 跟沒有意義 你知道嗎 所以你會發現在這種寫教的團體裡面 他可能過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可是他覺得很有意義很有價值 因為他已經先犧牲了 他願意去相信 他得到的那個東西是很有價值的 就像一個女生 你隨隨便便要追到手 你會覺得他很有價值嗎 同樣一個人 但今天如果有棋逢敵手 有人來跟你競爭同一個女生 這就不一樣 感覺追起來好像很有Fu 很刺激 然後呢 真的追到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其實好像也還好 這種事常發生 所以這個 這幾個大概就是 就是後來心理學要他們去做研究 然後去看說 這個寫教是如何產生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信念可以 被扭曲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不曉得這個故事 大家有沒有還想要進一步探討 是想到以前 詩季清他就是有去調查這些人 然後寫書 真的 對啊 就寫什麼通神 聽神說鬼 什麼通靈者 什麼這些 好像印象 對 他是年輕 年輕出的 有點忘記了 然後就好像發現這些就是 他有特異工 有些是有一點 但是有些後來他就是因為自己那種小偶介入 他那個能力就是被誤用 然後去下場真的是 他說那個 就是說那個果報 那個他調查結果都不太好 真的是不太好 對啊我是覺得他剛剛 像我以前也是看過那個 他韓國的那個也是他步道 他也是 就是整個氣氛 你說文顯明 類似 其實不是 他就是有那種 但是他也沒有收費 他就是好像就是有那種特異功能 會把人家制定 就很多人都住在他們那個 那個那邊去等於說給他制 然後那個整個氣氛就是讓人 就會覺得 哇 就是讓人會進入一種歇斯底 那種很熱忱去信仰這個東西 對啊 我就覺得他那種就是那種 就是會讓人進入到那個氛圍裡面 就是 這個信念的力量非常大 但是如果被誤用的話 那個 產生的扭曲也會非常大 那剛剛大家有談到 關於這個世界莫子 我以前有講過這一段 只是我那個時間記錯了 是1954年 就是在1950年初期 就是 美國有一個心理學家 叫做Festinger 這個人 然後他在報紙上面看到說 在美國有一個類似邪教的團體 然後他們聲稱 這個世界末日快要來了 那這個教主叫Marian Kitch 他是宣稱他會通靈 然後跟外星人有接觸 他說這個1954年的12月21號那天會發生大風水 可是這個外星人會派飛碟來拯救他們 那天是世界末日 有沒有聽起來有點 因為幾年前才 在2012年 2012年 2012年那年的12月21號 不是也有人說是世界末日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那一天 12月21號 總是 但是你如果曾經知道這一段歷史的話 對於在炒作2012的那些人 你可能 你那個時候你可能就 就會覺得很好笑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你們在幹嘛 總之 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讀過這本書了 所以我已經知道 其實在人類意義上很多次 包括1499年要進入1500年的時候 聽起來也有點耳熟對不對 因為我們也是千禧年嘛 你們都碰到千禧年 對 那時候也有人說會有什麼大災難 那到底有發生嗎 好像也都沒有 所以2012年過了之後 很多新時代的團體就萎縮了 他們都很努力地在為世界末日做整備 結果 不但世界末日沒有來 我好像也沒有體驗到什麼任何巨大的轉變 有啊 真的 氣場有揚聲了 真的啊 真的 對啊 他們就說什麼 什麼會 靈性良心啊 對啊 靈性修行 所以還是有啊 對啊 如果經歷過了 可能還是會覺得說 所以我 那個心靈的東西 我知道我們就是太遲鈍 都感覺不到 那個心靈的東西 其實你很難去很量 那如果你相信 他可能就是 就會覺得說 是 真的 那是真的 我以前也讀過齊瑞爾的東西 什麼黑暗三日啊 然後會有什麼 死很多人啊 幹嘛幹嘛的 結果後來好像 至少到今天為止 都還沒有發生 對 以前那時候也是 2000年那時候 我是看了克里行 他說什麼 祈禱祈禱 就可以把你業力消除 對 有事了 你好像也都會感覺 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對不對 所以這個業力 對 然後這個 這位心理學家 他就很有興趣 就是說 假使 世界末日沒有來的話 不曉得 這群人 會如何自處 所以他就派了一些 他的 首相 然後 到那個團體裡面去 去臥底 那團體大概是十幾個人 就跑去臥底 看看他們那一天 是怎麼路過 那到這個 所謂世界末日的前幾天 他們很興奮 那 有的人還倾家蕩產 反正世界末日就要來了 對啊 你留那麼多房地想幹什麼 對不對 那 還有人做一個 航空母艦外型的蛋糕 上面寫的 飛上天 很高興 那 到那天晚上 他們就群聚在 這個 Marian他們家的那個 院子裡面等待外星人 而且外星人還傳訊息說 這個 這個不可以有任何 帶任何金 有金屬的東西 那個飛碟 所以 你光 那個什麼 手錶 扣子 拉鍊 還有那個鞋子上面的那個 金屬 那個環扣 全部剪掉 那就在 大家都在那邊等 等到那個午夜過後 那 nothing happened 對吧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沒有外星人 當然也沒有大風水 當然這群人就很震驚 他們就 一直在思考說 為什麼外星人沒有來 一直在討論 就過幾個小時之後呢 這位教主呢 他接到 又接到外星人的訊息 外星人跟他講說 這個 世界貨是被取消了 因為他們 洩漏了秘密 所以這樣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所以這個 後來這個心理學家還寫了一本書 就是專門去探討這件事情 就是說當他們預期說要來世界末日 然後他們都做好萬全準備 可是沒有來的時候 他們選擇的並不是去接受說 他們的信念是錯的 就是他們拒絕去接受他們原本的信念是錯的 他們寧願用一種自我欺騙的方式去說服自己 說 是外面的問題不是他們的問題 這樣 對吧 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在這個 到隔年之後 他們發現那個團體不但沒有解散 而且他們還很積極的 到那個媒體啊報紙上面去宣揚他們的理念 為什麼呢 一樣 如果他們承認他們是錯人的話 那些把房子賣掉的人 傾家蕩產人 豈不是又是在他臉上寫那四個字 我是呆子 我是呆子 對吧 對啊 所以他們的犧牲總是有條件 對啊 基本上 一直到1992年 這位女教主過世之前 她都還宣稱她跟外星人有所聯繫 這樣子 這就是這個故事的始末 所以你看在這種忠孝聯繫的圈子 什麼事情都有 然後 可以到匪夷所知的地步 不過我想 我們跟大家聊這些東西 主要並不是要批評他們 而是說你可以從他們的 這個過程跟行為中 得到一些借鑑 對 因為寫教寫教到處都有啊 台灣也有啊 很常見啊 對 而且你被吸進去 你自己沒感覺 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自己看不清楚 你不其實不太曉得翻的事情 然後你就很投入進去 然後裡面又覺得說 哇跟很多人志同道合 非常好 所以你能夠去了解她這個過程 其實 很多 就是說 就是說很多這種陷阱 你就不會掉進去 那到底有沒有靈魂啊 什麼東西 靈魂 對啊 我們來跟大家聊一聊 看你講的靈魂是什麼 因為這個詞 因為這個詞 這個詞很複雜 不是真的 一樣的令人費解 對啊 因為你說我們用科學 科學就是 我們現在所能看到 所能感知到的 就是現實的世界 這是科學的基礎 對啊 可是奇奇有講說 這些其實都是虛幻的 對啊 所以其實大概 我們不會 不會過度的去依賴科學 因為科學有它的極限 那它是在幻象世界裡面去做研究 所以你不可能 對啊 它到底什麼是真的 不可能突破到幻象世界以外的地步 那到底有沒有靈魂 那看你所謂靈魂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很多人用這個詞 講的意思不太一樣 我會比較專 就是因為 也是看了詩基青的研究 就是 從它那裡 然後我才開始相信 不是只有 這一個 我們眼見的 可能它有另外一個 空間的存在 另外一個空間存在 對 我看到它的東西之後 我才去接受這個東西 對啊 那你講的靈魂是 就是 就是 它可能會現身給你看 現身 對 你說鬼啊 對啊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問的是有沒有鬼 這麼講的 他說他會相信這個 是因為他 肌腹看到三個鬼 對 然後他們是 就是下的班子 然後他們請 請那個 好像就是 法師去幫他處理 對 然後之後 他慢慢 他也開始接受說 這世界上 其實 不是只有我們眼睛看到 這一個 空間而已 還有另外一個空間 這其實也不會很難理解 因為其實我們的五官 空間的限制性是很大的 像整個光譜裡面 可見光子沾一小部分 對啊 所以你說 那紅外線你看不到 就不存在嗎 不會吧 對啊 那你說 那也有可能有一些 某些頻率的存在 我們的五官是感受不到的 或者說我們的機器 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探測到那個東西 我覺得是很 應該是一個靈體嗎 一個意識 意識 就他也有他的形體 只是那個形體 你看不到而已 對啊 對啊 那他可以 怎麼視線給你看 怎麼視線給你看 嗯 其實 怎麼講 你要從整個源頭去講的話 就是只要是我們心靈的 投射出來的一部分 那你理當就是可以感知到 只是我們把自己的心靈 裝進這個身體 然後自己把很多的感官 都關閉了 就我們把自己心靈很多能力 都關閉起來 只剩下你現在所擁有的五官而已 但理論上 每個人都是有通靈的能力 潛能啦 就你要去開發 其實都應該都是可以的 只是這個跟 我們會覺得這個跟修行無關啦 所以在奇蹟課裡面 我們不會刻意去 去開發這個東西出來這樣 所以它是存在的 存在 那有些人就是會去開發 開發這個能力 或許啦 但是就我們不會很注重這個 存在又怎麼樣呢 對啊 那就是佛教說 那個其實就是 他說什麼 天界還是什麼 那個還是就是六道 他就說那個不同的幻象 也是在輪迴中的 就是在不同的幻象層次 然後你開發什麼 什麼天眼 還有什麼法眼 什麼佛眼 你看到那個幻象層次 又不太一樣 因為我看奇蹟課程裡面 有講到就是 它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是無罪的 或許是不存在的 其實也沒有所謂的時間 空間也沒有 就是一體性的 那意思是不是說 因果報應 它是 也是 也是 也是我們的意識 還沒達到那種狀態的一個 會存在 就像我們現在 現世報一樣 會存在的一種現象 我們可以來看看 基本上我提供大家一個架構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架構 來做一些討論 就是在這個宗教跟靈性的圈子 其實很多 很多我們搞不清楚的東西 大概主要跟三個錯誤的信念有關 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 第一個我寫的是 神在外面 然後第二個是 問題在外面 然後第三個是 救贖在外面 救贖其實廣益的來理解 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好 那大概這三個東西 你可以稍微感覺一下 它是有相關的 就是你如果覺得問題在外面 你就會覺得解決方法 好 或說救贖在外面 你會想要往外面去解決問題 你會去尋求外面的那個神 來幫助你 好 那你從這個可以看到說 小我的那個特性 它要把所有的東西都往外面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對自己 不太了解自己 就你只是去想一想 就我們對自己是蠻陌生 不太了解自己 為什麼會有這種信念跟價值觀 為什麼常常會有很多的衝突在打架 在心裡面 因為百分之大概九十五以上的時間 我們都把盡力放在外面 就是說我們都一直去關 關注外面的事情 外面的人 怎麼去解決外面的問題 這樣子 那當然小五這麼做是有理由的 就是說因為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可以去迴避我們裡面發生的一些問題 跟事情這樣 因為問題跟答案是一體兩面 就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那你只要很精確地找出真正的問題在哪裡的時候 離那個解答就非常近了 那當然小五就是非常害怕讓我們看到 我們內在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如果一旦看到的時候 離那個問題的解答就不遠了 那英國夜報那個是不存在的嗎 類似小偶創造出來 所以這個業力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把這個業力寫在問題 在外面的那個格子裡面 其實你們有沒有談到英國夜報 其實他根本沒談到 因為那是翻譯錯誤 他翻成報應的都應該要翻成報復 英文的revenge或vengeance 報復 他在新版全部都翻錯了 反而就翻是對的 那因為奇蹟課程 你真的去看他原文 他沒有任何佛教的東西 原本傳奇蹟課程那幾位 他們也都跟佛教幾乎沒有任何淵源 幾乎不懂 可是以我們的理解就是有英去有國 佛教也是講英國 所以奇蹟課程講的英跟國 跟佛教講的業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這樣 但是你如果奇蹟課程學得通的話 你會知道他會怎麼樣去看待業力這件事情 好意思是說你本來就是無罪的 你認為你有罪只是為了 這是小我的需要 對啊 其實本來就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呢 所以英國業報不存在嗎 那很多的概念都會要被打破 對啊 所以奇蹟課程的確是一部很顛覆的書 對啊 因為就是比如說我們信神也是 裡面就是有英國業報 英國業 對 廣業來說 就是做壞事的人就下地獄 對不對 對 如火也是這麼講的 對啊 或者是說有一些領域 比如說我們去拜媽祖 然後媽祖 祂怎麼去解決你的問題 對啊 可能你做了什麼虧心事 然後你怎麼透過祂 祂怎麼幫你去化 神怎麼去幫你化解這些事情 對 然後那個好像也 也是很合理的 就是說祂的邏輯 怎麼好像也覺得 沒有道理啊 是這樣啊 也就是因為做了壞事 所以你這一次你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你生病了或怎麼樣 然後你透過神明了還知道一些 對 不過我小時候就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招式牧山跟招山牧師的問題 就是那種宗教團體都是 勸你要捐獻啊 要奉獻啊 然後說這樣來世才會有好報 那就是你這一次犧牲一些 來世過得好一點 那我為什麼一定要現在犧牲 我也想要我現在過好一點 我來世過窮一點 可以吧 所以你是招式牧山 還是你是招山牧師 加起來都是一樣的啊 那我為什麼一定要聽你的話 就是做這麼多好事 然後捐獻奉獻這麼多 可能因為這一次覺得不夠好 希望下次更好 那你就把這一次變得更差了 對啊 這樣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啊 因為這一次我就不滿意了 所以我做一點奉獻 下次也許會更好 有更好的投胎啊 這就是儲蓄的概念嘛 你現在存多一點 那以後就用多 可以有更多錢可以用嘛 那你現在用掉更多錢 以後就用少一點 那你現在用掉更多錢 你這一次真的做壞事 我們相信的就是 一定會有因果夜報 不然 不然就沒有添你了啊 算你三毛二毛都不夠 對啊 對啊 對 這是好像我們相信的一個 所以耶穌講的話真的是沒有添禮啊 即使在聖經裡面都這樣 對啊 他說不管你做什麼 他說與降給義人跟不義的人嘛 意思就是說 上帝給的恩則是在 一樣的 對一樣的 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 對啊 那就沒有添禮了 對啊 那顯然現在基督徒 完全沒有聽懂耶穌講的話 對啊 要不然他們不會這麼努力的去討論 義正言辭的去討論那些 道德爭議的問題 不用討論啦 因為所有的 就是愛是無條件的嘛 那個與是無條件的 降在這些人身上的 所以這難怪教會的訊息是很多衝突的 就是說上帝是很平等 完全平等這樣 因為他看的是你的本質 不是你曾經做過什麼 或說過什麼 因為那個是 對啊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會更讓你看見說 這種道德評價其實 道德評價其實是一個虛化的東西 不過這個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 可能只能頂到為止 那所以就這個業力 但宜君講的並沒有錯 就是說 就業力這個課題來說 我們會覺得那個也是幻象中的一部分 我們其實不會很 不會很care這個東西 而且其實你去把英國夜報這個東西 看得很重 把它當真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說 你其實否定了 你當下就可以平安的全力 因為你認為你過去做了不好的事情嘛 所以我現在 此刻才需要去承受那些痛苦 那我現在就 所以你的邏輯就是 我現在必須要去承受那些痛苦 我現在不可能得到平安 所以否定自己能夠平安 對啊 那其實可能 他是很正面的肯定 你當下就能得到 心靈的平安跟幸福 其實我是覺得 那因果夜報 那就是跟我們那種 醉疚那種 就是你很會相信 就是說 付出好像就要得到 對啊 然後你 等於說你做什麼 好像就是會有惡報 那個就是跟醉疚感很有關係 對啊 那我想他的運作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 當可能某一次 然後你跟某一個人相遇 然後可能你占他便宜 然後你就起了一些內疚 可是那個內疚 你沒有寬恕你自己 那這個內疚就像是佛教夜報所講的那種種子 那個種子就種下了 對啊 那有可能現世報 或者在來世 像你講的話 那算是業力的理由 就是說可能有這個現象 但是你不必被這個現象制約 對 就是幻象中有這個現象 可是你可以不必被幻象制約 那我講的這個現象是說 因為你一直沒有去寬恕那個內疚 所以那個種子你可能就種下 就一直帶著嘛 那當然有可能他帶到來世就是說 或許到來世 你又跟這個人在另外一個場域相遇了 然後那個隱性的那個內疚 你沒有覺察到 但他可能會開花結果 就變成那個夜報出來 所以有可能到來世 變成你被他占便宜 就是說想要報答他報恩 對啦 但他其實是有內疚出來的啦 對 當然你被他占便宜之後 你又覺得不爽 你也沒有寬恕對吧 所以可能到下輩子可能又 角色又掉過來 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是有時候當受害者 有時候當加害者 有時候當拯救者 有時候當什麼 反正總之就是會 可能會來來去去這樣子 但其實那個醉疚是不變的 那個元素是不變的 我這樣講起來是因果嗎 現象 就現象上 報恩的現象 對 但這個現象是有出路的 所以佛陀他是說 就是元起信空 他不是直接講因果 他是說 那個果要有很多元素 叫因緣 對 然後但是元起又是信空 這個就是 後來就是佛教的證來證據 就是說到底那個什麼因果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 到底是有沒有 原來那個因變成這個果嗎 但是你看 你看在阿涵間裡面佛陀 他最開始強調的 並不是夜報的故事 你知道嗎 他講的因果 不是在強調夜報 他是在強調元起 然後元起是為了講信空 所以你看 這個 到現在的佛教 我們的那個理解 已經完全騙去掉了 所以其實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在這個因跟果之間 我付出 我期待得到 你給我回報 但是你如果沒有給我回報 我可能會定你的罪 或者是怎麼樣 那假設 我可以超越這一些 超越那個罪的信念 對 我寬恕了 我今天起心的動念之後 我的心就可以平安了 當下就可以平安 那平安了之後 就跳脫因果 就是如果本來糾纏的那個 那個東西就可以化掉 對 就是真正跳脫因果 所以現象或許是有 但是你在那個現象中 一直去做文章 其實沒有什麼用 包括你透過催眠去看到 過去生的發生的事情 會不會療癒 如果你沒有放下 放下指導 如果你沒有釋放 你不會療癒 因為你可能看到過去生 跟你現在的兄弟姐妹 可能以前他欺負過 對 但是你不想要放下這個 你不想要寬恕他 那也沒有用 你只是看到以前發生的事情 是寬恕他還是寬雙生存 一樣啊 都一樣 對 所以如果要斷掉 輪迴 因果輪迴 因為從此時刻開始 每個人自己做起 對 沒錯 沒錯 但是我覺得他會比較平安 那個是遠程目標 其實所有生命的遠程目標 都是要脫離形體 因為形體是一個很大的制約 而且你認同這個形體的時候 它帶給你痛苦是很大的 你在日常生活中去體驗 你就會知道 對 那 那是一個遠程的目標 那你在達到遠程目標的過程 至少在這個階段 你的心靈可以更多的平安 或者至少反過來說 你的痛苦會很明顯的比較少 對 這是修行的那個果實 是這樣子 對 另外一個比較讓人匪夷所思的 大家談到就是關於道德戒律 尤其是戒律這個東西 因為不同宗教裡面的戒律都不同 對吧 那到底誰講得對呢 我小時候也為這個問題很迷惑 迷惑很久 對 對 佛教書不殺身 你有可能不殺身嗎 不可能 你在呼吸的時候就在殺身 因為你的肺部有很多的免疫氣胞 對 它如果沒有殺身的話 你根本活不下去 你有聽說過那種先天免疫不全症候群的小孩嗎 艾滋病那個叫後天免疫不全嗎 就是說後天就是你得來的嘛 因為感染這個病 那所謂先天就是出生就有了 那種小孩要住在氣泡屋裡面 那氣泡屋裡面是沒有細菌的 因為他只要感染一個流感 他就會死掉 就我們內在就在發生這個事情 對 你的腸子附近的免疫細胞還多得多 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在我們身體裡面 就是那些細菌 那些細菌的數量還比我們全身的細胞加起來還多 可以相信嗎 就是你腸子裡面的細菌 它的數量會比你全身的細胞加起來還多 那為了要預防這些細菌 入侵到我們的身體、血液裡面去 所以我們的 尤其是大腸跟小腸的附近 是有很多很多的免疫細胞 就是全部都圍在那個地方 我們的身體是這樣在運作 那我們的身體就是一個小我的 沒錯啊 其實身體的這個整個結構 就非常好的反映出小我的特質 比如說小我都會把那些所有髒的東西都把它 掩藏在前一次不要去看 就像我們把髒的東西放在肚子裡面 我們在外面皮膚呈現給人的是好看的嘛 對啊 這就是一種顏色 那小我它的核心就是那個 匱乏感嘛 那匱乏感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就是食欲啊 而且它是永遠填不滿的 就是說你吃了東西之後 飽了一陣子 然後肚子餓 然後再吃東西 再飽了一陣子 再肚子餓 就它完全是填不滿的 其實它身體 這個整個身體 它就是一個小我的 一個附性 具體化的東西出來 這樣 你會在它身上看到很多 跟小我有關的特質 那小身不就是小我的特質嗎 沒有錯啊 就你一定是 你活在這個小我的世界 你要活在小我的世界 你一定是靠殺生活下去的 那難道你吃東西 你吃植物就不 他們會有這樣的戒律 對啊 所以這個戒律是很荒謬的 它原來好像是說要培養那個慈悲心 就是等於說 就是類似耶穌說我們要寬恕你來到愛的源頭 就是你要接近那個 你要有那個被絲那個 你才能去了解那個 所以它是變成要去想要了解 等於說要去了解那內涵 但是我們就落到形式那種 對 等於說你要模擬去形式那個執著 對 上去 戒律很多都是變成這樣 它本來是想要模擬那種內涵的東西 去給你體會那個實相味道 對 像靜坐也是這樣 就是要平安那種特質的那種味道 對 但是你去把 你過度去執著要打坐 你過度去執著這個形式嘛 對 而且你把他道德化 那所以 很多佛教師他可能覺得 就是說別人吃婚他就會覺得 會有批判 好 那 這個批判反而把他的心靈給綁住了 讓他不得清淨 人是不是也不太適合完全吃素 我覺得這是個人狀況 對 我覺得這是個人狀況 像我自己冬天比較容易手腳冰冷 那我覺得好像沒有吃一點肉跟酒的東西 就是 會比較虛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個人的 個人的情況各個不同 因為每個人本來就是不同的 所以現在才有所謂個人化醫療就是這樣子 因為沒有 你也可以說沒有一種藥物可以適合所有的人 這個藥有的人吃 有效 有的人吃沒效啊 那你一個治療師 有的人去找他把它弄好了 那有的人去找他 他反而把它弄出醫療傷害了 你怎麼講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其實像南傳那麼很多也都沒有吃素 對啊 那是因為他們很多來台灣傳法 傳那個在試念處 他們有些失誤他們也是要吃肉 他有時候還叫信徒去買 然後信徒就覺得很奇怪 對啊 他們沒有吃素啊 對 他就覺得 一個後來他們才知道 像那個洞中禪那個龍波通 對啊 他們都沒有吃 我不知道阿薑茶怎麼樣 但是總之 他們有的其實 脫波 就是脫到肉 就吃肉 藏傳好像也沒有 因為那個環境根本沒辦法吃素 對吧 對吧 沒有菜 他那個 根本沒有菜可以吃你的吃素 對吧 現在殺動物的過程就覺得很可怕的一個過程 殺生的過程 殺植物就不會覺得可怕 對不對 硬生生 對 就殺不下去 對 就殺不下去 那所以如果說我想吃素 我不想殺生 因為我覺得殺生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 那個其實也是無關戒律 那個應該只是說我的心靈的一個 那其實是我們內在恐懼的一個同色 那其實最後不過頭來是我自己的恐懼 對 你看那個動物覺得他很可憐 然後你覺得他很悲哀 其實是你覺得自己很可憐 那個想法投射出來的 所以最後跟我們想的都差很多 那其實這種道德戒律的東西 我們並不是片面的覺得應該要把所有的戒律都取消 而是說這其實是一個權宜性的一個設置 因為你一群人在一個團體裡面要能夠協作 一定要有起碼的一些遊戲規則 那我們奇蹟團體大概幾乎不成一個團體 一直就是我們奇蹟團體 就是學奇蹟客的人當然是最自由的 沒有人規定說你要來還是要走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在上課的這個群體在運作上面也是會有一定的規範 至少我會規定幾點到幾點上課吧 這就是一個規範 但是規範這個東西 遊戲規則這個東西 你把它道德化 把它當真之後 問題馬上就來了 因為它就會開始僵化 變得不彈性 然後有人如果沒有辦法達到那個道德標準 或者說你自己無法達到道德標準的時候 那個小偶的定罪就出現 所以你如果把這些道德、戒律、法律 只是看成是一個權宜性的規範 然後不合時宜的就可以把它拿掉 或者可以做一些彈性的運用的時候 你的心靈其實就會很開放 那你不是用定罪方式去看那些沒有辦法達到規則的人 可以說整個奇蹟本課才要學的就是不定罪的 對啊,沒錯 所以你會在奇蹟課裡面 你看不到任何一條道的規範 完全沒有,也沒有任何戒律 因為這個東西不彈性 沒有辦法與時俱進 所以它如果一寫下來變白紙黑紙那完蛋了 所以它是很聰明的 那你要團體運作會有一些規則 那你們自己去定啊 自己協調出來就可以了 有需要改的時候就要趕快改啊 那你把那2500年前的那些生團用的一些規範 完全移植到現在 很多都已經不合用了 不能睡高廣大床 搞不好以前很多人都沒有床可以雖然OK啦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這種修行人好像常常覺得他們也過得蠻痛苦的 而且心靈不自由 因為你現在除了國家的法律要遵守之外 你還多一個宗教的戒律 那你用那個東西來綁別人綁自己的時候 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 很多不行的時候 其實是活著綁手綁腳 那這樣的心靈其實很難說是真的有靈性的 我覺得 因為理想上你在學佛或者學像奇藝個人這些東西 其實心靈的東西 應該你的心靈是越來越自由開闊嘛 然後你是越有愛的 那越不會去定罪的 理論上應該是朝向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道德藉具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是非常大的問題 分享一下 就是我那個鼻子過敏 我本來是中醫就好了一個月 過年的時候就是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它又復發了 然後就還蠻嚴重的 然後又再去看那個中醫師 然後吃了一天的藥 它又緩解了一天 只是可能隔一天我可能又吹風 然後洗頭 然後又看那個地震的那些報導什麼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所以就會有那種哭嘛 然後那個鼻子的那個過敏的症狀 就整個都回來 然後就再也沒有緩解 就吃藥也沒有了 就整個那個過敏很嚴重的反應都有 然後後來我有一個覺察是 當我 因為我其實很習慣定自己的罪 我會去回想很多人說 我哪裏做得不好 我就是 包括你之前分享說給病人治療 就覺得好像都沒什麼用這樣子 對對對 我就很容易定自己的罪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我只要去定自己的罪 它就發作 那個是有相關的 可是後來我有那個覺察之後 我就寬恕我自己 我不定罪了 它就馬上當下它就還禁了 然後後來發現 好像也不是完全是藥的功勞 因為藥到後來是沒效的 然後反而是我的思緒 當我定別人罪 我定我自己的罪的時候 它就會發作得很嚴重 對 而且我只要一覺察 它就還解了 我覺得 原來 原來它是一種自我攻擊 對啊 沒錯 幾乎在任何的疾病 跟身體不舒服的那個症狀底下 你都可以找到那個定罪的念頭 對啊 因為免疫系統 它就是在攻擊自己 過敏就是一種自我攻擊 對啊 沒錯 然後我就覺得 它可能催促我 一定要趕快去休息 然後到達一個層次這樣 對啊 它其實就是給你一個提醒 對啊 像我上禮拜六跟 上禮拜對 上禮拜六跟這禮拜六 也是都 好像也不是偏頭痛 但是就是整個 整個那個頸部跟頭部 覺得不舒服 暈暈的這樣子 對啊 而且是一整天 對啊 但是我覺得 現在你再去看待疾病 就會用不同的眼光 那你就是把它當成是一個提醒 好 我只是覺得說 我最近的心靈 善意到外面去 所以我要 再把它收回來 對 我花更多時間 跟奇蹟還有寬度相處在一起 這樣 就逼著你 不得不這麼做 你要不這麼做 它就會 有那個反應 對 但是後來你也不會把它看成是一種逼 不會看成是一種病 逼啊 就是好像要逼你去修行 對啊 你只是把它看成是一個提醒 它只是給你一個提醒 這樣而已 然後它提醒我說 我現在已經跟這身體 又認同在一起 我已經把這個世界又當真的 然後我又開始定罪 活在那個評判裡面 對啊 我看到是它給我這些提醒 對 那我會試著花更多時間 去跟聖靈連結 去交託 這樣子 對 那你那個怨心起得夠深的時候 會有一個療癒的人這樣起來 通常那個身體不舒服的症狀 會有很明顯得到緩解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對啊 因為它 對啊 它之前來上課就是 就是 講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過年問題 對啊 就是困擾了一年 然後在這一陣子 我才發現 原來這兩個之間 有這麼強的連結 對 不管就是定別人的罪 或定自己的罪 它就會反應 就會反應 因為我在看那個地震報道 也是 都在定別人的罪 就那個見商是怎麼透控去 然後對 就是會很氣憤 然後它這個人就發作了 所以你現在 所以說什麼 這是一連串的巧 發現 沒人可以定罪 現在目前發現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鼻子是你的情語記 對不對 對 我只要會思考PS 或沒有覺察 它就會發覺 給你一個提醒 給你一個提醒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大家可以起來動一動 吃點東西 等一下再接著來學習 好 所以我們接著來跟大家聊聊 這個 剛大家下課的時候 有談到那個通靈 其實現在這個Google有雲端嘛 所以要講這個通靈 就蠻容易的 在新時代裡面 有一個蠻有趣的東西 有人把它叫做阿卡西圖書館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 其實阿卡西圖書館 我覺得簡單講 它裡面的東西就是 整個宇宙跟平行宇宙的劇本 宇宙的劇本 就是說不同的可能性 不見得同時發生 就是說它是不同的時空 然後有不同的可能性 就是說你可能過一輩子 你可以有很多種的可能性 那這些可能性 都以資料的形式儲存在 就像他們把它叫做圖書館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雲端 雲端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去提取資料 你的意思是說 我這一輩子其實還有很多套劇本 只是我選擇了這一套 對 我也可以看到別人的劇本 如果我有這個能力可以去提取 那一部分資料的話 所以 這個圖書館是開放的嘛 所有的人都可以進去查資料 那就看你誰比較會查 看你誰比較會找 那有些人他可能有天赋異明的能力 他可以去找到一些資料 這些東西都全部潛藏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那有些人他有一些特別的能力可以去提取 就是從自己的潛意識去提取 對啊 因為我們的心靈其實是相連相通的 那裡面其實是隱藏了所有這些資訊 講資訊 對啊 講訊息大家就比較知道了 那就有點類似像算命 就是如果說他的功力好的話 就是算命的功力好 或者他通靈的功力好 他可以去看到 譬如說你的前世啊 或者說可能你的朋友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你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理論上是可能的啦 只是說大部分的都功力沒有那麼好 只是吹噓出來的而已 所以很多東西都算起來不太準 而且他們都看到負面 對啦 很多都看到負面 很多都不太準 事後你真的去對比看看 其實幾乎都不太準 不太準的原因是不是也有一部分 其實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講到 我可能有很多句話 那你現在只看到我這個句話 那你要挑哪一個 對啊 對啊 沒有錯 這個小我很有趣 他就是這麼的周末不定 隱隱藏長 然後不給你去那個 看到他這個面目 這個劇本是小我寫的 對啊 那為什麼他要寫那麼多套 對 可是他好像還是會隨時一直變化 一直在變 因為你 就是說可能性很多啦 所以 你有不同的可能 就是像你講的 變化性很大 因為 因為心靈是無限的 他的創造能力也是無限 他可以無限的去寫出 非常多套劇本 小我他也是想要模擬那種創造能力 對啊 想要創造能力 可是你會發現說 這些劇本再多 其實內涵並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小我的內涵 博愛就是分裂 定罪啊 攻擊啊 然後愛恨情仇啊 這些東西 就所有的劇本你去看 所有的連續劇你去看 雖然說總是會有新的文學作品 新的連續劇 新的電影拍出來 可是大概不會出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啦 形式上便便的 但是內涵是一樣的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學像奇異科人這種東西 說我們不會覺得很care你的劇本是怎麼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病到底有沒有好 你可以活幾歲 然後你這個考試會被考上 其實我們不會真的很care這個東西 對啊 要做到不care好難 對啊 每個人就是因為很care啊 對啊 我們就是因為很care這個劇情 才會有一些 對 愛恨情仇出現啊 沒錯 那就是這樣子引起心中的不安啊 對啊 這就是鍛鍊嘛 心靈鍛鍊的一個過程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運用這種通靈能力 想要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在外面找答案 通靈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通靈它的一些好像很神秘的色彩把它拔掉 其實每個人都有通靈的能力 只是你有沒有去開發那個潛 那你有可能在學習奇異科學的過程中 無意間發展出這樣的能力 但是基於你有正確的知見 你不會把它誤用 然後你也不會把那答案是你的目的 這不是學習的目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前幾天在台北上課說他們跟我討論的問題 就是復生 包括像那種鬼壓床之類的事情 那復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你們有被復生的經驗嗎 尾壓床床 那天那個 就有一個學人分享說 他就是碰到有一個人 然後他 就那個人他也是 好多段段的大學畢業 然後就 就什麼 又得這個躁鬱症啊 然後就是 就精神的情況上很奇怪啊 然後他家的人又是 可能 爸爸又是一個老兵也沒什麼錢啊 然後可能他媽媽又失智症 然後他弟弟又是憂鬱症啊 總之 整個家庭是非常的 混亂的一個狀況這樣 哇這個人的精神狀況也是很混亂 然後就想說這個人怎麼會這樣 那他們之前還曾經去幫他探討 他有人用那個什麼 類似天眼去幫他看啊 就說 他是去那個陽明山 然後就 被那個 蝴蝶精附身 而且還不只一條蝴蝶精 還有九條 所以他們就 哇又要去那個 幹什麼 做法 去抓那個蝴蝶精 然後 就把他抓了 然後還好一陣 結果後來 又復發了 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這樣 所以這個蝴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精神病患都是被蝴蝶嗎 喔真的喔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為什麼能夠 那怎麼去結束說為什麼他會得病 因為以醫學來講就是說 可能是他有一串性 或他腦子 那個什麼 結構的問題 對啊 對啊 那為什麼有人會錯亂成這麼的脫離現實 然後認識功能毀損到 好像他已經沒有 這一次也沒有機會 他再去超脫了 他就是完全在他那種幻想的世界裡 沒有覺醒的可能 為什麼 沒有覺醒的可能 對啊 因為他們的思考 這講的有點重 對啊 為什麼他們都被 因為我在醫院 他們就是被關在裡面 我在宜蘭之前有一個學生 年紀跟我一樣大 然後他是 那個叫什麼 Skeezoaffective disorder 就是說那個 既有那個精神分裂症 也有躁鬱症 他是兩個combine才是期 那之前有一個狀況不太好 那有一陣子上我的課 也是都在打課睡 也不知所欲 那最近他突然好了 他說他是讀了那個 起立課程的那個教室指南 然後他沉浸在裡面 然後他把自己療癒器 他可能認知功能 還沒有回溯太嚴重 可是像我們醫院 關在裡面的病人 其實就是 慢性的那一種 對啊 我覺得他好像 不太有機會了 對 那你覺得 你跟精神科的病人 差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 他只是把那個聲音放大 放大 對 因為我們都有類似的症狀 然後把他放大 對 我們還有判斷 就是什麼時候該怎麼樣 他們就是毫不掩飾的 全部把他拿出來 給你看 後來覺得他已經多多了 對啊 對啊 所以也可以說 他幫了你一個忙 對 他幫助你 對 他幫助你去演出 你內在有的東西 不敢表現出來的東西 所以他就蓋起來了 他就打開了 打開了就受不了了 你把他剛剛蓋起來 可是就會覺得 為什麼他會這樣 到底發生了什麼 如果有情形 可能說這個真的是 個人生命的選擇 就是你選擇 讓那些東西 浮現出來 對 那他這一世 就沒有覺醒的可能 並不會 無法這樣講 就像我看我以前 那個學生也覺得 這個要好 很困難吧 但顯然 對 沒有 我就會想要怎麼幫他 還是我也幫不了 我算了 對 所以要幫助你自己 所以我剛講的意思是說 他幫你一個忙 我沒有叫你去幫他 對 那我們的工作在幹嘛 所以你幫他不是在那個層次 因為你現在用你以為的 對他好的方式去幫他 但也會很想把奇蹟的東西 用在工作上 對 但這樣會變成一種控制 對 用不出來 他就會覺得 那我的工作在幹嘛 其實是你要先用在自己身上 然後自然而然 你會再能夠把那個東西用出來 你要先想 因為你看 問題在外面 有沒有 我們想要先解決外面的問題 對 但事實上真正的順序是 我要先解決我的問題 然後類似說 你的整個能量場跟頻率轉變了之後 外面的人會跟著你一起轉變 很多時候你不用刻意去操弄 或者去教他 或者告訴他什麼 這個轉變自然就完成了 那你一直往外面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哪怕你覺得那是你的工作 It's your job 但是事實上 你用那樣的心態去做那工作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對 而且 就是四倍公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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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復生是怎樣 對 其實我是覺得跟你生病一樣 你生病會覺得是什麼細菌 什麼病毒 什麼一堆 這也是一種復生嘛 對吧 後來跑到你體內 怎樣 就類似這種 現在只是變成心靈上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外面什麼 魂 對 你生病也是被細菌復生嘛 現在只是說有一個 你覺得是鬼的東西來給你復生 所以剛剛 那體育科你怎麼看呢 他應該會怎麼看這個事情 就現象上是有啊 就是有這現象嘛 無法否認嘛 現象你知道嗎 現象就是我們沒有去討論說 他到底是真假對錯啦 你有這個經驗 你就表示有這個現象 不是啊 那可是他用具體的說是九隻狐狸 對啊 九隻狐狸附身 這個我就不予評判啦 因為我也沒有去看到啦 只是說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跟故事 或許有這個現象 但是有時候我是覺得 像遇到這種 這種類似通靈之外 你問這個師父是這樣 然後換到另外一個 看到不太一樣 怎麼解讀都不太一樣 對啊 沒錯 這其實也很合理 就像同一個政治事件 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對 因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 二元對立的啊 分裂的啊 有不同的看法 跟這樣子管理 所以通靈出來結果不一樣 這應該也是很合理的 很正常的 好 那如果問題是因為 有一個靈附在我身上產生的 那當然就是把那個外靈趕走 就處理方式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對啊 一般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就會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那是轉換信念的時候 就轉換 外面那個靈就是自己的 那個靈就是一個信念 一個信念 我轉到另外一個信念 它其實同樣是那個醉舊的 醉舊的那個信念 幻化出來的 那意思就是說感冒 細菌感染 你不用看醫生 或者是說 你被其他病菌感染 你不用看醫生 假使你轉換信念它就會好 你的確可以不用看 那是不是有一些傳染病 煞死啊 我意思說 假使你轉換信念它就會好 你的確可以不用看啊 那當然看醫生 雖然說我自己是學醫的 可是我其實並不覺得 生病一定非得要看醫生 或一定非得要 那都是你自己的學醫 沒有不一定要的問題 而且改變我的信念那些症狀就會消除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不一定啦 但我的意思是說 假使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去看 就假使你心靈的力量到那個程度 你可以不用去看 沒有錯啊 我覺得理論上 我們可能可以相信 可是實際上 我們還是會受到很多人的 自己信念不夠強 再加上我們周圍的人 也一定會再加強 我們很脆弱 對 加強你的恐懼吧 對 所以你看看醫生的功效是什麼 看醫生的功效是什麼 心安安 開一些安慰劑給你 可是它用抗生素 那個並沒有實質的效果 實質的效果 實質的效果 對啊 因為我們很相信它有力量 所以就是 就是安慰劑 對啊 對 我覺得應該也不完全是心安吧 比如說我相信 你心靈細菌真的是存在 那它就是投射出來 它就是真的了 對啊 那它真的就會演出你的藥 可以去殺死細菌 對啊 它確實是可以 因為那是我們心中 都是信念造成的 沒錯啦 只是說因為你 到底有沒有那個實質效果 那是信念賦予的 都是信念賦予的沒錯 但是因為你現在還修煉 還沒有到那個 你還在修煉 還沒有到那個level 你知道嗎 所以你還是把它當的凡真的 這個時候你就會 沒有辦法完全的去接受說 它只是信念而已 對 因為現在可是有一隻 對 有一個叫洪詩號餅 然後他就是在發展抗癌的藥物 然後那個東西 應該是疫苗是吧 疫苗 是疫苗 對 所以那個東西 也是一種信念賦予的 會是真的引發出什麼 其實你如果 練過奇迪克人的練習手冊 有一刻是講說 身體是中性的 不是 我的想法沒有一個是中性的 它有一些部分是在講說 身體是中性的 意思是說 你在形體上面看到的 那個顯現出來的力量 其實都是你的思維 意念賦予的 但是並不是你頭腦的意念賦予的 而是你潛意識的那個 那個信念所賦予的 那他們那個藥能不能成功是靠出來的 靠什麼 靠小我 靠小我 給他加持 然後他說我可以治好 其實那個癌症不是也是 人自己的細胞變出來 到時候他可能又變另外一套 不知道什麼 其實他會變得出來 病毒不是也是這樣 一直對峙 然後一直變得出來 對 現在說那個資卡病毒 就很麻煩 對 因為他會一直突變 然後會有不同的東西出來 被冰到感覺也不明顯 沒有症狀 對 那你從一體心靈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其實附身在你身上的那個靈 也是跟你的心靈是同一個心靈 而是說我們 我相信小我那套分裂的思維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不同的心靈是互不相熟的 對 對啊 賽斯他以前還會有講這個問題 講這個什麼 附身這個問題 真的 是怎麼講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他有說我實相的本質 你看他有提到這個 我萬位我不清楚 個人實相的本質 對 他好像有在提這個 他好像是把它解 有點類似解讀 那種什麼人格 什麼那種 好幾個次人 他有取到 對對對 他有取一個 一個年輕人的例子 對啊 所以你要把那個附身那個靈看成是你的弟兄這樣 次人格 寬恕他 他其實 他應該有一個部分 他是提到說 像那種精神疾病 是被你壓抑的一個人格 然後他一直需要找一個出口 所以最後就分裂了 就分裂出一個主人格 一個次人格 那一族人格的力量越來越小的時候 那個次人格就跑出來了 所以他也是一個分裂 這個就是我 我上次好像有跟大家談到 在19世紀英國的 有一本蠻有名的小說 叫那個 傑克醫生與 海德先生 雙面 欸他叫什麼 雙面的 我有點忘記他那個中文翻譯是什麼 可以查一下你們都會網路的話 這個 Dr. Jekyll and Mr. Hyde 他的那個中文翻譯的那個 小說名 這小說不會很長 他其實是 其實是在寫這個 維多利亞時代他們普遍的一個信念 就是說 在我們裡面是有三跟二這兩塊 對立的 那這個 這個 Jekyll他是一個醫生 然後他是 就是 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人心人術的 就是說 很有愛心的一個醫師 但是他一直知道他裡面其實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塔 就是這個 Mr. Hyde 就他是一個非常邪惡的人格 這樣 那有一種 他做了一種藥水 就是喝下去可以讓這個Mr. Hyde 他自己的那個表現出來 所以他那個 他可能白天看病 然後晚上就 喝那個藥水 然後就變成另外一個人 然後可能就出去做一些 傷見害理的事情 這樣 然後可能回來之後再喝另外一個藥水 再把自己變回來之類的 需要喝嗎 我沒有 他就出來了 對啊 但他是用故事的方式去講 但是他講的是其實我們的 實際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說每個人都有那個隱藏的那個 邪惡的那一面這樣子 那你白天呈現出來的那個樣貌 可能就是多少有一些虛偽這樣 你看到自根就知道嘛 這個Hyde就是英文的那個Hide H-I-D-E 隱藏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他替這個主角取名字還是有特別的意思 所以他們說那個人如果是精神病的話 你一直用藥物去壓制它 其實你反而把它的那個 就是它已經本來就是不被承認的東西 你又硬要再把它壓下去 其實最後它會 沒有出口 沒有出口 它反而更嚴重 表面上你可能要不是壓下去 因為它打昏了而已 對啊 對啊 不會做壞就好 對啊 所以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 比如說諮商有效的原因 可能就是說 我們引導他 把那個內在的黑暗 不過現在就很難 你知道嗎 因為那種 那我們在那個 整個在發作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跟他講 對啊 就只能把他打昏而已 一開始先把他打昏 讓他 讓他 讓他能夠 慢慢去看自己 內在的那個 可是他們很不願意 他們的防衛非常強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就 他都會有一套說詞出來 然後都會符合他原來的故事 其實他的故事是 歷久不變 對 很難摧毀 所以有時候 像那個 其實那個 許天聖醫生 他對這個 精神疾病的治療 我覺得他還是有 他的獨到的理念 然後比如說 他可能就會 他會讓那個 精神疾病的人 他會讓他覺得說 這個沒什麼大不了 你有的那些 你只是演給我看 我跟你一樣 我跟你一樣的瘋狂 那他可能就會覺得 比較安心 我不需要隱藏 可能就是要有一個情境 讓他願意去看到自己的 隱藏的那一個黑暗面 沒有啊 他其實都是火深深的給你看 他演出來都是那個 我們會隱藏的那個部分 然後他會很接近 我的意思是說 當他 當他在稍微療癒的那個過程當中 也許他可以用這種方式 讓他知道說 其實你一直想要 別人一直在告訴你說 你那個是不對的這個的部分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那比如說你剛剛講到說 他活深深在演給你看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反過來講 你不是去加重他的罪惡感 他不會有罪惡感 他就說我就是某某什麼 講金國的什麼人的什麼 這樣子 然後你跟他說 是嗎?怎麼可能?什麼 他就說就是這樣 就是非常艱辛 就是因為他有一些妄想 對 他是不會很 因為你說了什麼的代表 有時候看到這些人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對啊 我說我在 我以前在醫院的時候 看到這些人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對啊 因為後來你就越來越知道說 其實你跟他們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對啊 對啊 可能他看起來比較嚴重一點 但是其實沒什麼不同 像這個被破壞妄想症 其實每個人都蠻有受害情節 對啊 而且你真的去看自己的受害情節 你會發現很深耶 有時候一個情節很多年 對啊 尤其是你可能跟手足 或者父母親之間那種 受害情節 那種糾結 有時候很久 所以你去指責說那些精神病人 其實 怎麼講 不是啊 當然 你知道他 當然我們聽他的故事是 我們會覺得有問題 誇大了 但是重點是說 他會把那個東西當生 然後他又會去做一些 比如說他就認為人家害他 所以他就去燒一家房子之類的 對 所以就不得不把他關進來 對啊 不然他在外面會危害啊 對啊 OK 那所以 登登登登 好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 還覺得 就是說曾經在宗教或心靈圈 聽過的講法 可是覺得有疑惑 有沒有想要澄清的 所以那個神 就是我們創造出來的嘛 比如說我們在拜神 就是我們創造出來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分享一部電影嘛 我覺得那個PK啊 你有看過嗎 外星罪和PK地球神 沒有 那個要看那個好好笑 對啊 對啊 很真耶 台灣叫來自欣欣的傻瓜 來自欣欣的傻瓜 對啊 中華電信他MOD 他現在 上個月他在房間上免費可以看 MOD他在免費可以看 那導演是那個 三個傻瓜裡面的男主角 其中一個 對 你就會聽到說 有些人他可能生病了 然後他去跟神取悅 對 然後後來病就真的好了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你就覺得 神真的是有他的威力 對 譬如說 做生意就要拜 拜好休息 初二 沒有 沒有 要拜好兄弟 做生意破產的人 做生意破產的人還是很多 可是你不怕會更慘 真的 對啊 你看這個 這個思維就很奇怪 你去看醫生 醫生開要給你吃你好的 對啊 那請問是他有要讓你好的嗎 你知道嗎 當然是啊 不是我 對 吃那個中藥就好了一個月啊 我也覺得是醫生的藥讓我好的 因為 不知道啊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突然好 吃著他藥就突然好 不確定啊 搞不好你沒有吃也會好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發作得非常的嚴重 然後嚴重到 我就覺得 我不得不看西醫 我又看了西醫又看腫瘍 然後就在那個 同時的時候 我看了那個腫瘍 吃了他的藥發上 就這樣緩解了 然後改善 然後好了一個月 不然我之前是已經 就覺得說 完蛋了 已經走投無路 我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其實有 在生病裡面好的人裡面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自己好的 只有不到三分之二是你吃的那個藥 讓你改善 當然也有可能有倒過來的狀況 雖然說這樣講 好像搬磚頭砸自己的腳 不過總之也可能有倒過來的狀況 就是 假設你沒有吃那個藥的話 你會好得更快 這個就叫醫療傷害 對不對 所以這幾種狀況都是有的 那醫生有沒有辦法 當然醫生都會宣稱 尤其是中醫 他一定會宣稱是他開的藥讓你好的 但是不好意思 沒有這種回事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都是不同的 那你到底是自己好的 還是吃那個藥好的 不好意思 沒有人知道 連醫生都不知道 對啊 對啊 我們馬上跑 那後來又發作 我又去吃了他的藥 是第一天真的又完全好了 第二天 你自己就有一些狀況 所以藥就變得無效了 所以你看你去找外面的神 這個神其實是一個廣義 不是只有廟裡拜的那個神 而是說你去找外面的救贖 找外面的偶像 包括藥物這些東西 然後來拯救你的時候 最後你會發現效果都是有限的 那當然很多時候你期待說他可以拯救你 結果反而他是反效果 這個也不少 那拯救的是心靈吧 是心靈要拯救 所以經過這次生病的過程 你就看到很多 其實我在讀奇經課程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一直思考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我現在覺得好像比較清晰了 就提到說我們不是自己創造的 那這個跟神在外面 其實祂是不一樣的 祂的 我們不是自己創造的 意思就是說其實我們 神把我們造得如同祂一樣的 那這個神 我一開始我會很混淆 對啊 那就是一個神來創造我 神就在外面啊 對 但是這個神把我們造得如同祂一樣 這個又不一樣了 那你可以多解釋一下這個部分嗎 聽不太懂耶 你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神在 神就造了我們 所以神就是在外面 那怎麼又說神在我們裡面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認為神在外面的話 我們就會去求一個神 阿拉穆在奇蹟課程裡頭 他也說 我們不是自己造的 那我們是誰造的 我們是神造的 那有沒有矛盾 我們是神造的 可是我們內在都有神的一部分 他可能用他任何造的 對 後來不是 後來我的理解是說 對 是我們真的不需要 那麼辛苦的扛我們自己的創造 我們其實就可以交托 因為那個神把我們造的 如同祂一樣 那意思就是說 祂給我們一個天心 我們這個天心就是完美的 就是純潔無尊的 對 這個跟那個神在外面的那個神 不是你去求祂那個神 而是說神在造我們的時候 祂已經給我們一個天心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努力的再去 創造我們自以為是的 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自我 另外一個自我 OK 所以祂創造我們的時候 我們是 本來就在祂的裡面 祂也在我們的裡面 就是合一了這樣 那你如果覺得神在你外面 那一定是 你相信了小五分裂的信念 所以才會有 什麼東西看到在外面 那其實 其實你在宗教裡面所看到的神 那些外面的神 其實都是人造的 或者說都是小五投射出來的 小五的信念投射的 所以祂跟真正的我們的生命源頭的那個數值 其實看起來會有很大的差異 祂比較像是人 外面的神其實比較像是人 祂有人性嘛 祂會嫉妒啊 會有暴力 會懲罰你 這些都不是真正的愛 那為什麼我們的小五要去投射出一個神 去造一個神在外面 就像那個PK那個電影 他就是拿一塊石頭嘛 然後把上面漆一點紅色的漆 然後放在那個學校裡面 一個大樹的下面 然後很多人就以為那個是 那個是神像 那個是石頭神 很多人就去拜那個石頭 就開始去拜那個石頭 然後後來還排了很長一串 還排隊喔 排隊一個一個去拜 還有人奮不顧身 你就撲倒在那個石頭前面 他其實就是透過這樣的小小片段 就讓你知道說 其實我們塑在那個廟裡面的箱子 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弄一個神在外面 因為其實對小五來說 神就是最高的權威 他把他的話塞在神的嘴巴裡面 這樣神就可以給他背書 那反正神不會講話 所以你說這個是神講的 都ok嗎 對吧 他不會反駁你嗎 他不會真的跳出來反駁你 所以不管你怎麼講都ok 所以不同的宗教講的神講的話不一樣嘛 然後同一個宗教底下不同的流派 講的這是神講的神的旨意 耶穌講的話耶穌說什麼 反正耶穌早就死了嘛 他也不會從墳墓裡面再跳出來反駁你嘛 所以你看這真的很便宜啊對不對 就是想要我搞這種背書很便宜嘛 我只要想要我要說什麼 我要怎麼樣控制你 當教主你就說 這個我是傳神的旨意的嘛 其實是我講的話 但是我說那神講的嘛 因為我如果說是我講的話 不夠有權威嘛 可能還不夠有公信力 不夠有說服力啊 所以我就去抬出一個偶像出來 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包括奇奇克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那部電影 其實他的訊息都是很顛覆人的 所以那部電影後來好像票房沒有很好 也可能太顛覆人 對 尤其在印度 對啊 印度又是一個 神 對 很相信 膜拜外面的神 對 國家 所以神的世界也是 小我他的邏輯所創造出來的 我們在人間看到的宗教 所以他是有因果夜報的嗎 他會懲罰 對啊 這都是小我的思維 罪與罰的思維 這其實都是小我的思維 真正的上爐的思維 反而對我們人類來說是很陌生的 你要無條件的去寬恕跟去愛 這個對我們來說 這個對我們來說 好像可以 匪夷所使 外面有一個人攻擊你 然後竟然你是去 覺察自己的問題 而不是去修正他 對吧 就跟我們平常的這種 思維是正好顛倒的 對 所以刚刚你问的这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回答到 我自己都搞不太起错 我觉得好像不要用神 用上主 我们是上主做一种的 这样比较好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神 在我们来说 你还没有到达最究竟与神合一之前 他神好像都在外面 我是觉得这样的 所以我们是上主创造的 这样我就比较不会一直在执着 其实在英文里面同一个字 你知道吗 对 在英文里面同一个字 只是他中文翻译 有说神嘛 上主嘛 上帝嘛 上昌 上天之类的 反正 就是说可是每一个词 对我们来说 好像那种感觉又不太一样 真的有点麻烦 天父 天父是father 就是他大学的father 这样子 所以西方的基督教 对啊 他也是说 都是神造的 所以那个神 他也会审判啊 他也会惩罚啊 对啊 问题是他讲的神 跟我们讲的神 根本是不同 所以我曾经有一度觉得说 那也很好办啊 我们既然都是神造的 我们真的就去信一个宗教 然后就follow他的仪式 那我们就赦免 对啊 就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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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没这么简单 对 因为在基督教里面 还有所谓预选说啊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就是至少卡文教会人 他有所谓预选说啊 你到底能不能得救 那个名单在神那边呢 他不会给你知道的 并不是说你做很多好事 就会得救了耶 没有耶 他是有选名喔 就是某些人会得救 某些人不会 并不是说好像 你很有慈善的心就会得 不一定 喜好是什么标准是什么 当然那个名单是你拿不到的 对吧 所以 没有人知道人会得救 虽然说大家在办丧事的时候 基本上大家都会 很虚假的去同意说 这个人就是盟主宠 知道吗 他就上了天堂 天知道了 怎么可能所有人都上天堂 对吧 是啊 所以你刚才讲到办丧事 其实丧事又是另外一个 很多仪事 其实仪事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很混淆的 为什么我们宗教 有这么多仪事 他用意当的是什么 他真的有需要吗 而且当你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你会觉得没有照这个仪事 你心中不安 会有不安 对 那死亡在我们这个社会 一向就是很忌讳的 那什么冲到啊 刷到啊 所以其实所谓被冲到 被刷到 那个也是自己 心中心不安 然后你才会去接受到 你才会去相信这种事情 不相信 那其实你说仪式 就是奇迹客里面有一个蛮好的一种 分辨方式 我觉得用在生活上也很好用 就是形式跟内涵的区别 然后 因为小伙是一直往外面去 他会一直去找形式的东西 然后那个内涵不见了 对啊 譬如说你去买名牌的东西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花很多钱去买那个Logo本身 就是那个包包的做工其实跟不是那种名牌的牌子 是一样的 或者至少接近或类似啦 不然他的做工还是设计还是那个品质 可他价格可能差一截 对啊 对啊 就是那个Logo嘛 对啊 那这个仪式其实就是那个Logo 他就是形式的东西 对啊 或者说你结婚 你办那个婚礼 那就是一个形式 那内涵是什么 内涵是你们两个人相处的品质 对吧 那你觉得内涵比较重要 还是那个 那个 外在相续 比较重要 那或者说在生活当中 我们就是分不太清楚 形式可能 因为我们觉得 去符合社会大众的形式 我们才会比较心安 对啊 心安 崇重行为 这是价值观 对啊 那我讲说这套分辨很好用 就是 正好就是在于 你觉得 不太知道该怎么选择 或者不太确定 该怎么做的时候 这可以派上用餐 对啊 对啊 就是我们都讲幸福平安 对啊 结果好像都是去追求一些形式 但是就搞得很累 对啊 搞得很辛苦 那会不会你也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强的信念 或者当别人一讲的时候 你自以为说 我追求的是内涵 可是别人一讲你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你动摇了 你好像变不安了 对 所以但事实上 那个别人也是 有你的 对啊 所以 所以他的 就是说他挑起你的那种 不安 不安 其实是那个不安 我们本来就有啦 对啊 只是我们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人出来 挑起我们的不安 所以你讲的也没错 你的信念是够坚定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根本不会放外面那些人 或外面那些人自己出现 对来说没有任何的 没有影响 对啊 那形式也就不再能够框架你了 对啊 像我女朋友她就不是很喜欢长时间跟她爸妈在一起 就是在孕正家里面 因为她觉得她妈妈会控制她 然后会一直要来找她讲话 讲一些事情啊 吐苦水啊 跟她要钱啊 之类的 对啊 那我就不会了 我觉得住在家里很好 对啊 因为我根本不撩我妈 不是啊 就是说 对啊 就是说 讲的比较有趣一点就是这样 就是说 不是 不是私有监听 不是这个家庭 或者这个妈妈怎么样 对啊 而是说你内在有力量的时候 你不会去害怕说别人好像要来 要来侵犯 这样 那这个附身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你的内在力量够了 怎么根本不会有附身的问题出现 但是这并不是说去反抗你的父母亲 而是说 当你内在是坚定的时候 你想要去做什么 你觉得是对的事情 你会去做 但是 你也不会跟他们去吵架 或者说去 就是说 去争辩很多 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你越争辩 越表现你不确辱 对啊 没有错 你的恐惧 因为你需要借着不断的争辩 来证明说 我是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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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我们下课之前 你们有没有什么余下的问题想要提出来 好 我现在满果音你们可以来上实体课了 因为会有一些讨论 這個是錄音裡面沒有辦法去呈現出來的 所以當然很歡迎大家上我的網站去聽錄音的講解 如果你們有機會可以來的話 歡迎大家一起來學習 反正我們之後如果還有主題式課程的話 會再通知大家